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立坚在推特上所放上的这一张图片 所引发的中澳两国之间的外交争端 可以说现在双方的外交口水战 还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中澳关系已经跌到了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两国建交以来 一个新的低的水平 那么一直于澳大利亚很多媒体 都用new law 新的更低水平 来形容当前的重要关系 那么引发北京和堪培朗之间 这样一个严重对峙的情况 中国的人民日报的 以终生这样的一个文章 来对这个事情发表了更进一步的一个看法 我们本期节目和下期节目 就是要针对于人民日报的这篇终生文章 来给大家做一些点评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 就是说中国针对于外界的各种评论 它是分不同的层级的 通常来讲 对于一般性的外交事件 中国政府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给予一个非常强烈指责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它动用的是环球时报 还有中共的中央网络电视总台的一些 比如说央视快评 央视锐评 央广时评 等等的 中国国际网络电台的一些专题评论 总之是用的一些不太特别正式的一些渠道 来传达北京的这些声音 但是现在呢 中共使用它的这个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 以终生刊文 对澳大利亚这个事情呢 进行一个 可以说做它的评点 其实这就说明呢 中共已经现在把对澳的这个关系上升到了 和对美关系一样重要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 莫里森总理提出要让中国 针对于这张图片进行道歉呢 也确确实实从某种程度上 让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上的这个声誉呢 可以说火了一把 让世界更加重视了 澳大利亚在自制定的这个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及呢 是否啊 被外界所 如外界所广泛指责的那样 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呢 那么我想呢 通过这场外交事件呢 让世界越来越看到了一个独立的澳大利亚 一个毫不畏惧强权 敢于捍卫真理的澳大利亚 一个呢 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啊 无理指责 敢于说不的 这么一个站起来的澳大利亚 我想呢 通过这场事情啊 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 国际声誉 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军威 都得到了不小的提振 好 回到人民日报中生的这篇文章 中生呢 在这篇文章当中 刚开始他就说 他其实也就是说 他自己已经承认了 澳方确实公布了这场报告 确实承认在阿富汗 执行的这些军人的这些任务 那么也放上了一些 涂海无故平民的事情 那么但是呢 人民日报在这里却只次不提 澳大利亚对这些情况 已经呢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人民日报对这些就纷纷不提了 也就是说恰恰的是 人民日报专门呢 而抓住澳大利亚国防军 在阿富汗的那些斑斑劣迹 专门的抓住 这些这个坏的事情呢 去暴露 这等于是因为人民日报呢 它是在中国的国内是可以随便进行发行的 也就是说它煽动的是 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 煽动老百姓呢 对于西方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美国等等 其实说让他们更大的 能够激起他们的这种 对于中共的这种痴迷 我想呢 这是终身完障 在刚开始呢 可以说如此的对于整个的事情 可以说非常偏颇的这种报道 以偏盖权 一夜张目 不见泰山的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要必须的 给予特别的一个点出的 然后呢 中生的文章接下来说 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啊 确实犯下了这个罪行是很重的哦 事实是很清楚的 你澳大利亚是赖不掉的 那么 那么根据呢 其实这个地方啊 中生的文章 是不得不给自己打了一个脸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被迫要承认的是 澳大利亚这个国防军的 赌场上班公室在11月19号 发布了一个报告 确实对于2005年到2016年 这11年 监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国防军 所做出的一些错误的事情 确实给出了彻底的调查 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事件的追责 而且这个追责现在呢 澳大利亚政府自己也承认 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 那么这些情况呢 中国的文章似乎是要竭力的渲染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 是如此的这个残酷 他们的很多的行动 而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的这个中生文章 特别想要展示给读者的一种形象 但是他却不展示的是 澳大利亚政府在面对国防军的 这些行动的时候 所做出的一个非常及时的 公开的和透明的一个调查 我想呢 中生文章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第二次的 对于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个 不实的一种报道 或者说这种评论 完全是带着中国共产党的 有色眼镜 来对澳大利亚恒加指责 对于这样的一个指责 我们显然是无法接受 好的 那么关于中生文章 接下来讲的这个第二部分 我们留在下期节目 继续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点评 谢谢大家